今天要去一个酒馆喝点 但是要上旁边的海鲜市场买点海鲜 那10块钱来20块钱的吧 喝了啊 好 这个地方是福山后这边的夜宵大排档 然后在这个大棚子里面有上百张桌子 今天上这个地儿听说露串 在福山后的串子街是比较歹度的 上菜了 你好 哎呀 这嘎啦厉害 实际上所有地方都有个下酒菜排名 但是辣炒嘎啦在青岛这边 青岛的酒客吃货街 绝对是排名一二一二的 下酒指数八星半 四场大观15块钱一炸 背零 16块钱一把的五花肉 看他这家肉都腌的 烤在上面吧 还带点滋辣 滋辣啊 不是滋辣 滋辣 一个烤串的好坏吧 取决于客人的餐桌跟他炉子的距离 太远了吧 这个烤肉要是不热的话吧 这个味道吧 大打折扣 我坐这个位置吧 离他那个烤炉吧 直线距离可能也就是十米 从炉子上拿下来直接就入我嘴了 还是比较得劲 不要低估一个吃货的心眼 你觉得还是用这个和好 这叫金皮子 是猪肉的应该是 16块钱一把 别的烤肉条好像没大见过这个金皮子 这个金皮子 有别于肉筋 肉 还有那个筋 它是个筋膜一类的东西给你烤出来的 猪身上的 不知道哪部分 这个金皮子 这个口感 戴心啊 利腿利腿 烤串的这个签子 都叫什么 我们都叫自行车辅条 自行车的那个签子 因为最早的烤肉 都是用自行车的条子穿肉 你看 他这就是 在人家都专用签子 什么扁签子的时候 他还用自行车辅条 沉浸式 这叫沉浸式 还有八月馄饨 意思是你晚上也不用吃野馄饨了 青岛港还有这玩意儿了 这是可能是独一份吧 这是真正的青岛做法 你看他这个馄饨下在里面吧 霸鱼馅拌着这个猪肉 还是挺有筋的那种肉 然后撒一把虾皮 来好点紫菜 简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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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 人就是不给你撒香菜 我跟你说这个地方很有名 你可能到青岛说 青岛有什么有名的小吃街 有很多小吃街 因为手部老是被游客划入黑名单了 你比如说 但是不惜市场的小吃大棚这条街 已经是可以说是很有潜力 很可能是下一个爆点 18块钱一把的牛肋条 这一口火烤了炭烤了 烤制水平全凭料理师那一把小料 这小串应该怎么录 有很多朋友不知道文哥中间这个牙缝是怎么来了 你说看好了 烤蝶鱼头是他家的一个特色 就撒点盐撒点辣椒面 甜甜甜 还有个奶香味 食材新鲜 料理师傅吧 眼睛手快 这个时候你会真正的体会到这个美食的美妙之处 真是 光卖这一个蝶鱼头 烤蝶鱼头 这个店就能造出名上来 知道吧 为什么他们现在只在外面卖蝶鱼头 这些时候 点鱼身子上岛了 你们要懂了 你在文哥的评论去留言哈 一般做大喜上来鱼了吧 那肯定得喝一口 叫什么呢 翻江龙欲下山虎 啤酒屋中不由你做主 正强好胜拼个书鸣 一生碰碑曾未亭 混的是啤酒屋 图的是个名 我敬天下英雄 长命百岁 在下先干为敬了 我去看这些个人 拿着一个人 我也要不给你 我去看这些人 都能干了 你还要不给你